十八樓私座 老師也在嗎? 很久沒見過 是呀 剛剛放暑假 我們來吃個早餐 在現場聽到十八樓私座 那麼多位前輩的聲音 覺得氣氛很有趣 就像真的一樣 剛才我演戲 我也忍不住笑一笑 對白好笑的時候 我也笑了 這個挺有趣的 真的很希望 如果天天都可以 在茶餐廳裡面 見到他們就好了 是呀 可能你們聽收音機的時候 就是聽到他們聲音演繹 但現場其實他們做了一套戲 有時候 樣子、動作 他們很齊心 因為感覺到他們 整件事大家都配合得很好 譬如有什麼聲音 不一定我去負責做的 突然間那個人生氣 我也幫忙做一下 做一些聲效 搞一下杯 搞一下膠袋 這些聲音 所以令整個故事 很立體 很正在我們身邊發生 我叫周老闆 我叫周老闆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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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開心 我相信他選了周老闆 其實另一個角色我都很喜歡 就是摸一下三姑 我們平常都會模仿一下他 真的嗎? 分你嗎? 某當時 說你不對 這些事情 應該讓一下女兒煩一點 但其實很難扮 很難 真的很難 很難 還有那些語調 讓大家留意一下 那些高低音很高 很可愛 小儀 不過小儀年紀大一點 跟阿摩三姑比 你真是說 是呀 但高音說不到千里根 你聽是說不到的 真的好難 他那麼高音 不是那麼容易處理得到的 剛才你聽到小儀都做不到 做不到 就讓你試一次 你這個心理仔 高音聽不到 是啊 所以你不要看著笑 所以金剛叔 他們的歌 都是他們的聲音天生 吃這行飯 我這些後悔都有 拍馬都追不上 恩 幾乎聽到就是 就是從小到大 小小的時候 幼稚園的時候 十卑四座 吔吔吔吔吔的 bin 那樣響的時候 就整條走廊都響著 對啊 所以對於我來講 是陪著我成長 嗯 到現在有時候 都留意著聽聽 最重要是聽一下 他們的角度是甚麼 我覺得都很持平 對時事意見的參考 而我十八樓師座,除了聲音給我的回憶之外 氣味也是一個回憶 因為當時住屋邨,聽到十八樓師座大家在播放的時候 也是剛剛中午飯,媽媽煮好白飯,開飯煲的味道 所以很回憶我過往的感覺 老師這麼大方,怎麼會記受呢? 所以希望十八樓師座長做長有的廣播劇 一路陪伴我們就最好了 繼續為香港人工作,繼續努力